延安縣長林茲廟的親信許智信 先前被爆出炸裁兩億元落跑 如今遭逮捕收押 但卻又爆出另外一位親信 宜蘭縣工商側禁會副總幹事白層玉 過去也捲入礦場投資詐騙案件 顏色沉重不發抑鬱 這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他就是宜蘭縣長辦公室前專員許智信 涉嫌炸裁兩億收押禁見 現在又有媒體爆料 由宜蘭縣小金庫之稱的工商側禁會副總幹事白層玉 過去也曾涉入礦場投資詐騙案 上升背心宜蘭縣政府五個字顯眼 白層玉身為縣長林茲廟的得力左右手 出身新北市瑞芳的礦工家庭 曾經跟父親一同成租九份著名礦點升幅坑的採礦權 2000年到期終止契約 2004年卻跟經營沙石生意的理性退休刑警合作 以开采金礦為由 對外募資聲稱只要投資3000萬就可以快速獲利 透過介紹找上了金氏四兄弟 同年三月偽造不實文件 讓金氏兄弟誤以為還有採礦權限 前後出資3100萬 最後發現受騙上當 白家父子被依詐欺以及偽造文書判刑一年 宇蘭縣長林茲廟沒有多做回應 不過前有許智信現在又傳出白存譽 不免讓人對縣長用人放大檢視 為什麼林茲廟縣長的親信陸續的捲入 詐欺或金錢的糾紛 那麼宇蘭縣政府官僧敗壞 那麼應該要對外向宇蘭縣民好好說明 好巧不巧白存譽剛帶領公測會總幹事 卻自寢降調為專員 難不成是為了避風頭 實際敏感點上外界諸多聯想 記者洪方生 宇蘭報導